全空的庙宇 华丽精细的雕塑 仔细看却是满满的机体电路版 艺术家黄赞伦借此象征 现代人问神的方式 可以透过线上囚签等方式来解决 探讨古典信仰与当代生活的变化 然而艺科技不断进步 虚与实之间的界定似乎也更加模糊 这件作品很有趣是 它会对了前面的蜡烛吹 也就是我们的数位身份的登入跟登出 那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数位身份的登出 这个身份被你取消之后 这个数位生命就结束了 数位身份就结束了 可是你人还是存在的 这个对于我们现在的生跟死的概念 产生了一些思考跟演变 在此次以赶雅为主题的展览当中 不断地探讨科技对人类现在及未来的影响 甚至也包含了时尚美学 它更多的是一个人体的雕塑问题 所以人体的雕塑问题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服装 其实都投射了人体内在的一些 所谓的组织系统的一个分布状态 比如说血管 比如说节地组织 淋巴 神经 神经系统 又或者是内脏 比如说像肺液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把它这个立体的开展之后 然后呢做出这样的一种服装来 这样的一种新的 做对于人体的观看 其实是在这个时代的科技才有可能的 科学不断地演进 让美学与思考模式也跟着变化 人类在进步的科技之下 也在文化上转身 华丽与否 就由观者自行评判 记者天宁和奈强杜宇智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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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